男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想跟男友们聊一聊春兰的宋梅和龙子 春兰老八种之一 咱们先来聊一下宋梅 宋梅全名叫宋锦玄梅 春兰的传统名品,梅伴的代表 宋梅的名气是非常大的 是春兰老八种之首 然后是春兰的四大天王之一 同时他与龙子又变成国兰双臂 并且宋梅是被誉为春兰之王的 其实像现在这种河畔当道 然后色花当道的时代 宋梅依然被誉为春兰之王 就可见这个品种的表现是有多好 宋梅花开梅瓣的时候 它这个外三瓣是特别紧圆的 嫦娥捧刘海蛇 有时候也能开出和形水仙瓣 宋梅的叶子是非常坚挺的 我们通过这个镜头 你听这个声音 它这个叶子非常硬 老苗多为这种公垂叶 我们看这一盆就特别能表现出来 这个老苗多为这种共垂叶 但是它的新苗呢是半斜立叶的 是这种半斜立叶的 叶色是非常浓绿的 叶幅比较宽 你看我这个开了好几个灯 依然是挡不住 宋梅的叶子是非常浓绿的 叶间是有一点尖钝的 叶子是十分场景有力的 单看宋梅的叶子 看这一盆更能代表 单看宋梅的这个叶子 就拉其他纯来一大截了 我这个到夏天的时候 这两天天天天下雨 我都把这个炉头的植料拨开一点 我也是怕它会抚免 我这个炉头周围 蓝友们 我现在还能看到 有的蓝友这个赴水草 把炉头露出来 咱们看云南种蓝花 它这个周围都是赴水草的 是不是 但是你没有云南的环境 云南现在 尤其是在产蓝区 云南那边 你看人家的多少度 你再看看我们多少度 然后你再来决定 这个要不要付水草 即便是付你 拉开一点 这个不能去乱学的 其实宋梅这个品种的优点 实在太多了 只要是种蓝花的人 几乎对这个宋梅 都是有一点了解的 咱们今天就聊一个 宋梅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这个品种 会略略的有一点蓝花 不是特别蓝花 但是它略略的确实是 参照其他村蓝的话 它是稍微的有一点蓝花 而且宋梅呢 它的开品 是有的时候 它会开这个核形水线板 有的时候它会开梅板 就是变化有一点大 所以我们常能听说 千变万花看宋梅 当然它这个变化 我们就不能当做缺点看 或许也是它的优点 就是种宋梅的乐趣吧 这里再跟蓝友们聊一句 比较容易爱喷的话 因为宋梅嘛 这个品种 在这个市面上 流通的商品苗非常多 价格是比较公开的 宋梅基本上就是30块钱一秒 如果有那种特状苗的话 那50也是正常的 因为买兰花看苗形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在买这个宋梅的时候 就不要问人家 这个是不是组赔的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商品苗 组赔的特别多 如果谁跟你说 我这个苗子是老盆口的 怎么样的 就我个人觉得 就当个故事听一下就行 或者干脆就不用问 因为我们作为普通蓝友的话 就是通过一个 比较正常的手段去购买的话 就不要去问这个了 只要因为这个宋梅 已经有好多年的主培历史了 只要它这个主培的硬化好了 硬化的够了 是开花呀 什么都不会影响的 包括我面前的这一盆 就是主培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 我有一个老盆口的 给拿出来 给蓝友们看一下 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就是这一盆 我们看哈 其实这种传统的春蓝哈 它这个叶姿啊 会更垂一些 叶材会更矮一些 这个是传统的浙江春蓝哈 宋梅 但是这种品种很难买 别说我有这一盆啊 我就是再有十盆 我都不会出 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 因为就是老盆口的很稀少 谁都会把它当个宝贝啊 像这一种草 在哪个蓝友们手里面 它都是不会出的 不要说三十 即便是三百 它也不会出的 所以蓝友们在这个市面上 买宋梅的时候 也就不必问 只要问它硬化的够不够好 有没有开过花 就可以了 其实都是一样开花的 这盆是笼子 春蓝的笼子 它是紧随宋梅之后的春蓝 又一名品 与宋梅并称为国蓝双臂之一 同样它也是四大天王之一 也是春蓝老八种之一 笼子又名姚一色 鱼姚第一仙 笼子的叶姿是高的 它要比这个宋梅的叶姿高 半公层叶 叶面也是很绿的 而且笼子的叶饼环高 这是笼子的叶饼环 在这个位置 笼子的贾玲镜也圆 这个被我附住了 笼子的贾玲镜也是这种圆圆的 非常饱满 笼子还有叶齿 它在这个叶 在这个叶脉上面是有叶齿的 从上到下都是有叶齿的 当看叶姿 我们都会迷上的一块春蓝 笼子是行神运兼备的 笼子的开品是春蓝水仙瓣的代表 它是鳄瓣烧肠 掠钱豹 观音棚 蛇是反卷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笼子 它这个舌瓣上面有三个红点 成一个道的思想品德的品 我有一期视频是下花的视频吧 用的就是春蓝的笼子 这关于笼子 你说它有什么缺点 我就有点收不上来了 因为笼子本身 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春蓝 另外这个品种是比较情花情芽的 现在基本上我的笼子都已经出花包了 它这个对这个春花要求也是不那么严啊 它如果跟宋梅呀或者是跟其他一些春蓝比的话 它的春花要求会略略的低一些 还有一个是春蓝的汪字 也是特别情花情芽的 而且也是对这个春花要求略低一点的 下期的视频我再跟蓝友们聊一下其他春蓝老八种 这期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